大家好啊 其实这期视频应该是图文并茂的 去去去去现场直播去拍细节啊 才有才有意义 不是这样空谈空讲啊 空讲没有意义 星期天的时候啊 因为我这个皮卡车买来的时候 是已经开了10万卖了啊 所以呢 那个皮卡车的右下角提示一个 maintenance required 就是你该保养了啊 然后呢 我这个皮卡车早就过了免费保养期 所以你得去 啊 cdn保养 或者你直接去change oil 换机油啊 机油的英文是moto oil 然后呢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除了换机油 换滤芯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要去弄的啊 我有一个事情是让我历历在目的 老板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了 他的车经常需要换坏了 保养维修什么的 都是找固定的一家 结果那一家还在宰他啊 所以老板说 哎呀 这人真坏呀 怎么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车拿去保养 会产生什么样的费用啊 所以呢 正好阿顾 他是一个 他也是个很能干的人啊 他会换机油换滤芯啊 结果那天我们就直接 直接去买那个 那个叫 那个品牌叫 那个V开头的 什么V什么line 那个机油啊 我们就买了 自己DIY把机油和滤芯换了啊 我本来想拍视频 但是那个车下面又空间又窄 然后又脏 手上又是机油啊 所以没条件 下次我 我再来拍 我再来告诉大家 怎么去换机油啊 所以我们就自己把机油和滤芯换了啊 然后阿顾说 哎 我们以后可以做这个生意是吧 打出去 给大家换机油 上门去换机油 换一个也可以收个一两百块钱 是吧 至少是 我这个车 和那凯美瑞 不然那凯美瑞 还在保修期 在保修期和免费保养期 我这个车 皮卡车已经过了保修期 所以未来的所有的故障 我都想我尽可能的去学 出一个故障 我自己去学 自己解决一个故障 在美国就逼着你 啥事都要DIY 自己动手 好了 我星期天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我至少又知道怎么去换机油了 爬到车底下 看各种各样的那些零件 人是活到老 学到老 学的知识学不完